蚯蚓有没有眼睛 好的 蚯蚓已经洗干净了 首先来看看这条大蚯蚓 哇 真的是又黑又粗又长 来猜猜这个是蚯蚓的头还是尾巴 看到这坨不可描述的东西了没 这是蚯蚓的尾巴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这一圈白色的叫做环带 也就是蚯蚓的生殖器 哇 这是什么 想必大家都猜到了 这正是蚯蚓的口气 蚯蚓的嘴巴像一个小吸盘 你肯定没见过吧 是不是非常奇特 我们来找找蚯蚓的眼睛 好像没找到 刚刚查了一下资料 说是蚯蚓长期生活在地下 眼睛已经退化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条红色的小蚯蚓 同样嘴巴上有吸盘 注意看它的身体中间 好像有红色的血管状物体 应该是它的循环系统 头部后方这个比较大的红色区域 应该是蚯蚓的心脏了 找找看有没有眼睛 依旧看不到蚯蚓的眼睛 最后我们来看看 这条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蚯蚓 太小了 看不太清楚 再放大一点 可以看到 它的身体几乎是全透明的 里面的黑色部分是吃进去的泥土